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也有望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得到推进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香港 北京官员呼吁香港的商业领袖们通过创新和改革来推动城市的重塑 强调吸引国际参与的重要性 随着政府计划的推出 香港急需在旅游和科技等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 以应对当前的发展挑战 最后 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其郊区 造成了一名女性受伤 同时也干扰了主要机场的交通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英国国防首席表示 俄罗斯军队在战争中面临着巨大的伤亡 随着局势的发展 各国对未来的安全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Telegraph Opinion 报道 特朗普的胜利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果出乎意料的明确 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他将拥有更多的经济权力 并可能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 这种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同时对其他国家 尤其是债务与GDP比率较高的国家如英国造成压力 英国财政大臣面临的挑战将加剧 尤其是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情况下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促使保守党重新发现其经济改革的方向 甚至对工党政府构成威胁 尤其是在英国经济增长乏力时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顶级商界领袖被敦促在城市重塑中发挥主导作用 北京的香港事务主管夏宝龙呼吁商界领袖们承担责任 通过改革和创新来替代惰性 他强调 香港必须摆脱传统的优势 积极开放新局面 特别是在科技和旅游业方面 他希望商界能够利用其全球网络 组织国际交流活动 吸引外国人参与香港的经济复苏 夏宝龙的言论显示出对香港发展的紧迫感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 《环球邮报》报道 莫斯科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造成一名女性受伤 并暂时中断了俄罗斯一些繁忙机场的交通 与此同时 俄罗斯与朝鲜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议 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紧密 英国国防首席托尼·拉达金指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达到了70万人 尽管他们在战斗中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进展 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拉达金呼吁西方国家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克里姆林公泽对特朗普的当选表示谨慎乐观 认为他可能会推动和平谈判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再次入主白宫 对于美国主导的区域安全架构如AUKUS 和Quad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专家指出 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和对盟友施压的历史 可能会影响这些联盟的运作 尽管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的外交政策 与传统的美国方式截然不同 但他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可能会持续 然而 特朗普对于AUKUS的看法仍然不明朗 尤其是在他可能会要求盟友 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付出更多代价的情况下 专家认为 特朗普的个人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他与英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的合作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 中国在与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 已标记出对斯卡伯勒交的主权声索 这一行动是在菲律宾通过相关立法后进行的 中国外交部表示 斯卡伯勒交一项是中国的领土 并强调这一行动符合国际法 随后 中国还公布了一系列地理坐标 这是首次针对马尼拉所声称的海域进行的公开声明 中国海警对菲律宾的行为表示谴责 并称其在该地区的渔船活动为非法 这一系列的行动显示出中非之间的紧张局势仍在升级 在另一篇报道中 南华早报指出 香港的新香港学习活动正值其全球高等教育形式的转折点 但仍需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大学在雇主中的声誉 根据QS的报告 香港的几所公立大学在亚洲排名中表现出色 但其毕业生在职场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政府将致力于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并计划增加非本地本科生的名额 然而 QS的高层强调 香港需要在吸引国际学生方面加大力度 尤其是在中学阶段 以提高其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 CBC报道称 加拿大干姜啤酒的标签引发了消费者的困惑 许多消费者在购买Canada Dry Ginger Ale时 发现其标签上标明由真正的姜制成 但实际成分列表中却没有提到姜的存在 这一情况在美国早已有所改变 因2019年的集体诉讼 Canada Dry在美国的产品上已不再使用这一说法 尽管加拿大也有类似的诉讼 但由于没有达成和解 标签未被更改 对此 加拿大干姜啤酒表示 标签仍准确描述了产品的配方 并符合相关法规 此外 Cineplex公司在因在线购票费用的误导性展示 而被罚款后 决定调整其在线购票费用的呈现方式 预计将在明年初完成修改 以便更清晰地告知顾客相关费用 南华早报指出 韩国在面对北韩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时 急需重新评估其强硬立场 北韩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 可能使北韩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 进而威胁到韩国的安全 韩国总统尹熙月表示 将对北韩在乌克兰的参与做出回应 甚至考虑向基辅提供武器 然而韩国的强硬态度 可能会加剧北韩的核无野心 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 中国对这一局势持谨慎态度 呼吁各方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韩国必须寻求与北韩的合作 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冲突 并在与美国的合作中保持独立的外交政策 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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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